王爷,王妃醒了,王妃醒了 本王知道了 他立刻翻身下床,走出房间去看齐雨凌 来人,我头疼得厉害,去把大夫找来 见过王爷 不必去请大夫 是 下人看见王爷脸色不对,应了一声就退了出去 王爷,我的马车被撞翻了,我头上受了伤 你如果不是三晶半夜地跑出去,会被人撞翻马车 几步就走到齐雨凌面前,一个耳光扇了下去 齐雨凌本就摔得头疼头晕 被扇了一个耳光后,更是直接躺倒在床上,天旋地转 王爷息怒 他过了一会儿,才强撑着重新坐了起来 心里对靖王的心狠手辣恨极,但嘴上却等 王爷息怒 我也是担心沐王一个人对付不了谢遥,才深夜出府 你胡说什么 韩王妃此时正好好的待在韩王府,哪儿也没去 你究竟在胡说些什么 王爷扯到哪里去了 我说的是沐王最近心纳的一个妾室 王爷不知,那个妾室诡计多端,手段花样繁多,让人防不胜防 我担心沐王会被蒙蔽,被那个狡猾的妾室钻了空子 这才深夜出府,想要赶过去给沐王提个醒 结果,还真让我在沐王府的后门碰见那个刚刚逃出来的妾室了 废话,这些本王都知道 跟你出府的都是本王的侍卫 你以为他们会替你保守秘密 你告诉本王 他人呢 你的马车从沐王府后门离开 一直到翻车 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给本王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清楚 看着处境的神情 七语灵知道今天这件事躲不过去 只能都如实说了 你说他突然就正开了绳索 他当时手里拿着一把很小的刀 应该是用刀割断了绳索 马车撞翻之后 你有没有看见是什么样的马车将你撞翻 当时撞到了头,很晕 而且眼前一片模糊 完全看不真切 海王来的时候没有为什么吧 谢 我马车上的人 是不是被他带走了 人不是他带走的 但是他一定已经知道了什么 因为他夜里来的时候 本王看得出来 他很急切 那是谁把人带走了 难道他没晕 自己跑了 又或者是沐王府的人追了出来 刚好看见 这又把他抓回去了 齐玉玲表面皱眉 实则暗中心里窃喜 不皿 不皿